轻轻者上 逐者者下 在上位者总是少的 修道者多如牛毛 成道者凤毛麟角 反而很多人就大笑着 认为你在飘渺虚幻 假大空 因为我们普通人做不到 那么只好巧踏实地 甚至再往下 下道 那就好说了 有些人就常常见 容易遇到这种鬼故事 大家可能有些人反而很爱听 我们说下面的事呢 就结合这个现实当中 我是唐山人 那么有一些见闻的 就听说过曾经地震 死去这么多人 是不是就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原因 我们首先 这个有一些故事啊 其实我们都听了很多 这种鬼故事 有些都当成笑话听 但是当遇到我们身边的人 当你亲的经历 那就不一样 会马上立马颠覆你的上官 在一个超市里呢 还是国外啊 就一个小女孩 看到跟她妈妈去逛买东西 里面的人 怎么上面都挂一根绳子呢 连到天花板上 她就很害怕 这都不正常了 那小女孩虽然是纯真的 但是看到这种不正常 很邪的 搞不清楚 拉了她妈妈哭不让走 那就劝她在外面门口 结果没过一会儿 真的这个房子就塌了 那些人都被埋在底下 像这种类似的经历啊 说这个上飞机 说我感觉不好 我就不去 要不莫名其妙的就迟到了 那种就更隐晦了 有些她就是强烈的感觉 不好 或者身体不舒服 就不去了 结果这个飞机就事故了 甚至这种事都被拍成电视 这个死神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系列的 人们都是觉得这些东西呢 现实当中没有 所以才会愿意去看 实际上不是的 一定是她有一个 先前的模型 一真九假 大部分是假的 我们一般人 弱眼反胆 很肉体反胆 苏人也是见不到的 反正比较少 反正各种原因 就没有 我们当时那地震的时候 当时阴兵公路 大家也听说过 什么京马曹 一到那 这个科学也解释不了 还专门做纪录片 就是生搬硬套 硬往这个科学上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这个道理上去套 就比如海市蜃楼 那有些根本 这个海市蜃楼 人间都没有这种情景 它怎么伸出来的 马一到那 你就 马上的 人羊马翻 被吓跑 然后还听到这个 山谷间 就回荡着古代 古代战场的那种 战争的声音 鸡骨鸣 人马这种 刺杀的这种状态 还有一些听到这种 龙的类似于叫声 这种探索片我没看太多了 说这个 一面暮露 有些人就真的看到了 吓到那 动得不敢动 在这之前呢 还有一次 就是 以前 民国这个 好像是明清时期搞不清楚 就是叫峨山大灾 结果一个人也是被 占了身 无奈因曹第七属 私父把柄断 急住 斯莱基亚峨山大灾有魂 因兵过路 我也要多 谢谢大家